王Sir 去一邊 龍虎山 香港 莫芙龍 1841年英國崩落香港島 逐步將香港島西北部海旁一帶發展為城區 1843年興建維多利亞城 1857年港英政府將維多利亞城劃分為四環 即西環包括堅尼地城、石塘咀、西營盤 上環、中環、下環即金麥灣仔和羅灣一帶 1898年英國軍備委員會建議在港島西北一座山上興建砲台 增強維多利亞港西面水備防衛能力 英國計劃在港島西北的龍虎山 海達307米的高地上設立砲台 是香港位置最高的對海砲台 用來保護經維多利亞港西面出入的船隻 同時防止法河兩國侵略香港 1900年英軍以348,510元 向香港政府買了總面積大約74.5英帽地段 用來建築砲台和相關設施 1901年炮台動工興建 1905年落成 裝設兩門六吋海防炮 炮台中央位置是炮兵指揮部 炮台位於叢林入面 被稱為叢林炮台 1903年港府唯一令大眾更清楚 維多利亞城的範圍 立法局通過維多利亞城戒指條例 在戒指的鑽角或家會的地方樹立戒石 標明城市範圍 戒石是四方形的樹體 頂部是追形的 高低約136厘米 上面刻有City Bangerine 1903年的字樣 其中一塊位於叢林炮台旁邊的黑頓道 1912年摩星領要塞落成啟用 1913年叢林炮台停用 海王炮亦都被移走 1931年9月18日 日軍發動918事變侵華 英軍認為日軍可能南下侵略香港 叢林炮台再次負起防衛責任 因應抵禦空中攻擊的需求 叢林炮台被改建為防空炮台 裝設兩門三寸高射炮 增建多座營防及掩體 1936年起 大量艦人在內地湧入香港 19307月 港英政府通過緊急條例 進一步積極備戰 1941年12月8日 香港保衛戰爆發 叢林炮台由第五高射炮團 即香港新加坡皇家炮兵 第17高射炮連記一個牌駐守 日軍開戰後 出動軍閘機空襲叢林炮台 12月13日日軍佔領九龍半島 隨即攻打香港島 叢林炮台位置比較顯眼 日軍絕命九龍山頭 就可以直接觀察到炮台的舉動 12月15日上週 日軍第一炮兵團 設於河民田的陸門150毫米的榴彈炮 連續炮軍叢林炮台4小時 叢林炮台一門防空炮 炮台高射瞄準器 高度探測器 受損報廢 炮台刪去戰鬥能力 駐守炮台的皇家炮兵團 第17防空刑士兵被迫棄手撤離 重臨炮台完成歷史任務 重臨炮台荒廢後 龍虎山成為拍拖勝地 1970年5月17日 龍虎山發生傷屍命案 女死者下體有血跡 內衣被用來塞住男女死者的口 警方道以為是奸殺案 驗屍之後證明女死者沒有被強姦 下體血跡是女死者剛剛月事離潮 女死者是預防有牙齒印有被非禮的跡象 警方其後拘捕了一個精神失象的男人 經過4次提堂 不過男人都沒有理解控罪內容 警方去港督申請將男人送去精山精神病院 得到港督批准 由於沒有被告經的審訊和定罪 案件仍然是原案 導演許安華將龍虎山喪屍案 拍成電影《封劫》 由趙阿芝、萬子良、張艾嘉等演員出現 1979年11月1日 封劫在香港上映 票王收入2把10萬 名列當年最賣座華爾電影第16位 影片獲第17屆台灣電影金馬獎優等劇情片 1976年香港政府頒布《郊野公園條例》 第208章 設立24個郊野公園保護大自然 向市民提供護衛康樂和教育設施 1998年11月10日 行政長官董建華發出1998年第383號法律中告 將為於西高山以北 玉華道以南 東面以黑頓道為階 南面是下力道 西面和北面 以一條由水務處建造暗渠為階 面積47公頃的地方 命名為龍虎山郊野公園 是香港最小的郊野公園 龍虎山原生樹種有大頭茶 浙江潤藍 鵝掌柴 身裏有中草若縣 妻屍於龍虎山的雀鳥多達一把十五種 一把十種蝴蝶 三十五種兩棲爬行類 東亞蠔豬 即俗稱箭豬 赤福蟲鼠 經常在樹蟲出沒 魚龍自然護理處推行深入多元化計劃 在龍虎山郊野公園範圍內 充值本地品種樹木 郊野公園最大特色是叢林炮台和堡壘等遺跡 被稱為叢林廢堡 大炮已經移走了 炮台、指揮部多座染閉體保存得相當完整 四周留下了不少戰時日軍投下炮彈痕跡 叢林廢堡被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包括炮台守衛營防、指揮部、炮台、彈藥倉 觀測台、廁所、染閉體 郊野公園設有叢林炮台歷史徑 全程400公尺 起點位於黑頓道郊遊區一號場入口 沿途可以見到昔日 叢林炮台遺跡 遊客可以在解鑄牌那裏了解炮台的歷史 附近的叢林郊遊區 有梁亭和蘇哈勒 郊野公園有兩個郊遊場地 位於郊遊區二號場的觀景台 建立在一座機槍碉堡上 是日戰時期的歷史遺跡 可軟條叢林炮台一些戰時遺跡 位於下力道尾的郊遊區二號場 諾什加尾段 左邊是港島徑 右邊是張寶仔古道入口 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位於一和道五十號 香港大學後山旁邊 契倫龍虎山郊野公園 2008年4月16日正式開幕 教育中心由三座歷史建築組成 包括1914年到1919年的一級歷史建築主流 兩座三級歷史建築 原始是西環淚水廠職員宿舍 1996年職員宿舍改造為儲水庫 改名為玉皇道淡水配水庫 松林炮台和西高山軍部地帶 一共設置了30塊軍部戒石 現在仍然有25塊被找到 在香港現在英軍軍事地段裏 保留最多和完整戒石的地段 香港行跡一直研究軍事地段和軍事戒碑 2021年12月指出 有市民在龍虎山發現 相信是第8塊維多利亞城的戒碑 古蹟辦實地視察和記錄 位於龍虎山上的石碑 這些石碑上面刻有City boundary 1903年的字樣 建立色樣和其他已記錄的 維多利亞城戒石相近 即進入深入研究 漁龍自然護理處說 這些石碑位於龍虎山交野公園 範圍內石碑和附近範圍 現在都沒有任何工程 龍虎山交野公園交通 香港大學站A2出口 經香港大學出發去到龍虎山 香港大學站C1出口 經伯父林道去到油站的左方 明顯樓梯小徑上山 明顯樓梯小徑 中文字幕為李宗盛 本書中文字幕為李宗盛 文字幕為李宗盛